它是傳統的500G的7200轉HD加上4GB的SSD SLC的Flash Memory 傳統的HD就旋轉式的硬碟 它基本上是靠機械動作來存取 那它是有它先天上的限制 那SSD呢相信之下因為它貴 那一般人也不太可能接受 那因此CGit出來的是4GB的SSD加上500G的HardD 你可以用在任何你目前上的一個作業系統 譬如說Win7或是Mac上面甚至Ninx上面 它本身有一個adaptive的memory 就是說它會根據使用者的一個使用習慣去調整 把最常用的資料放在SSD上 這樣就可以增進它的一個表演 您如果是一個對教能非常渴求的玩遊戲的 或者說你現在對你的HardD的開機時間不滿意 歡迎你來試用我們這個混合適應給 謝謝你 感谢观看